嗨嗨 我是Josh 歡迎收看8月9號的終止兩分鐘 每天用兩分鐘的時間 讓你快速知道今天中華之方的戰況 還沒有訂閱的朋友可以順手訂閱起來喔 今天我們先來看天母的龍象大戰 中性還是因為受到疫情影響 只能再次推出陳博豪單任先發 陳博豪在第一局就出現的狀況 單局就投了四次的保送 但是因為中間假了林志聖的一個雙殺打 讓衛權並沒有抓住機會製造一個大局 只以1比0暫時領先中性 而中性在二局上也很快展開反攻 面對衛權的不理漢 越振華的右阿野安打送回壘上的江坤宇 將比數斑平 比賽進行到五局下 蔣紹虹本來靠著擴電線的右阿野飛球回到本領得分 但是這球經過挑戰之後改判為出局 不過後續衛權還是靠著拿摩爾一樣的安打 幫助球隊取得2比1的領先 而中性在八局上出現了一個 一二雷有人一人出局的機會 但是林凱薇靠著他拿手的滑球 連標2K順利化解危機 最終衛權就以2比1收下這場比賽的勝利 另一邊勝率九成的樂天面對富邦 要來挑戰他們下半季的第10勝 面對上次差點投出五彎打比賽的羅莉 樂天第一局就發動攻勢 林鴻玉的二雷安打 以及朱玉賢的高飛犀身打 讓樂天第一局就取得2分領先 比賽進行到第5局 又是林鴻玉 炸了一隻左外野方向的3分砲 讓樂天的領先差距增加到5分 但是在9局下半 可怕的富邦來了 勝浩爾一上來就先打出3的安打 後續靠著張信德的安打 幫助富邦破蛋 然後富邦開始啟用代打 新元旭打出了一發左外野的2分砲 也讓樂天必須押出豪勁上來關門 富邦這邊再次啟用代打 想不到成真像是複製貼上一樣 也跟著炸了一發左外野的拳雷打 比分只剩1分差距 雖然最後富邦沒有成功逆轉 以4比5敗給樂天 但已經是一個非常精彩的第9局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終止2分鐘 明天的比賽 魏玄在天母對戰統一 富邦繼續在新裝對上樂天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拜拜